喜马拉雅山脉的查古拉哨所 战士们在零下50度的风雪极寒中战岗险落 部队为何不给配置玻璃房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查古拉哨所 这座哨所是全军最高的驻防哨所之一 海拔高达5318米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路 不仅因为高寒缺氧,氧气浓度 只有平原地区的35%左右 年平均气温值在10度以下 而在冬季时更是会遭遇零下50摄氏度的严寒 前不久,一张边防战士在风雪中战岗 如同冰雕雪族一般的画面让人动容 但在这样的生命境区 边防战士面对肆虐的风雪和刺骨的严寒 依然如同钢丁一样 注立在祖国边疆最前沿的少尉上 不过这让很多人在表达敬意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些质疑 为什么不得给少尉上战岗的战士修建一个玻璃房 至少能够遮挡风雪的直接清洗 这个想法的出装虽然很好 但实际要想实现却非常困难 当然,这并非是因为解放军条件不行 如今解放军在边防建设上的条件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也不是60年代哨所刚建立时 只能依靠帐篷地铺驻扎的恶劣条件 虽然各种物资依然很难运送上去 就连生活用水都需要从山下一百二十公里外的 西藏亚东县县城运送过来 山上的用电也只能依靠燃油发电机 实现断断续续的发电 以供必要的用电需求 但同时查古拉哨所也建立起了多个温石大棚 并种出了多种瓜果蔬菜 以满足驻守官兵的饮食需求 按理说,在少尉上建一个玻璃房根本算不上难事 可是建玻璃房容易,后续却会问题重冲 比如在严寒条件下 玻璃房很容易迅速积雪结冰 将直接影响少尉的观察效果 而这一处哨所直接面对着边境争议冲突地区 担负着包括查古拉和控场米 以及西西拉在内的三大山口的观察巡逻任务 如果因为建设一个玻璃房的少尉 然后又将大量精力放在清理玻璃房的冰雪之上 将很可能影响原本的注意力 甚至造成疏于防范的问题 而且相比于战岗少尉只是忍受严寒 战士们日常的巡逻线则不仅严寒 而且更加凶险 要经历爬雪山、汤冰河等更危险的环境 完全不是一座玻璃房能够解决的问题 查古拉 等高原哨所、战岗巡逻所要面对的风雪严寒问题 无法用玻璃房解决 那他们的巡逻任务又能否用利用无人化的监控和无人机替代呢 既然在少尉上见玻璃房会影响战岗哨兵的观察事件 不仅又没法替战士折风当雪 那何不直接在固定岗位安装相应的摄像头 同样只是进行观察 人总是又累的时候 而机器监控可能更胜一筹 但这一想法却忽略了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像在查古拉这样的高原哨所 是很难保证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以及网络通讯的 但是监控离了电荷网一秒钟都难以运行 有些的电力工艺和必要的卫星网络通讯 都要让位给最基本的驻扎生存需求 以及保持与上级直接的军事联通 所以采用监控替代战岗的想法固然很美好 但对于这样的雪域高域来说并不实际 同样利用无人机进行巡逻也不实际 虽然说不是完全就不能使用无人机 但无人机也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已 因为在这样的高原环境 以及经常大风暴雪的天气之下 无人机能不能飞起来都是两说 即便飞起来也很容易受到干扰而坠毁 走们的一次常态化的巡逻就要损失多下无人机 而且在严寒条件下 无人机电池的蓄电能力 以及电池寿命将大打折扣 那就这么看着我们的边防战士 在少卫上冻成冰雕 或者在巡逻途中因为严寒而冻伤吗 当然不是 除了必备的冬装保暖棉服外 少卫上的边防战士 还会身着特制的加热哨兵服 加热军靴 另外还有电热马甲和电热护袭等装备 完全能够满足战士在战岗和巡逻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严寒而冻伤 但是话又说回来 在那样的条件下 艰苦是很难避免的 也正是因此 解放军边防战士的奉献与牺牲 才会让我们觉得无比崇敬 就光扎古拉 少卓建成以来 已经有十多名官兵在巡逻过程中牺牲 当然国家目前也在不断努力 向这一高寒的少卓修建自来水和道路 未来少卓驻的士兵们